好 其他的全國投票 歡迎收看今天的金錢到 那麼股市其實沒有 大家想像的複雜 股票就漲跟跌而已 股市其實就是在一個 資金運用的過程當中 讓自己的資金膨脹 那麼不斷的富利 當然這就是大家最終的目的 連巴菲特都是這樣講 在進化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把它複雜化 這當中也衍生出了很多的行業 包括媒體 有一些電視台所辦的節目 有一些收視率是很高的 包括法人 法人的話有包括代操的 有包括像經濟 有的外資他事實上是 接外國的客戶來台灣下單 所以他當中收的是手續費 包括有一些代操 有規模的代操當然就是投信 投信就是把公有的資金 拿去做操作 然後有自營 所以這三大法人 跟所謂的媒體 之間形成一種特殊關係 我們知道媒體需要的是收視率 然後法人圈的話 當然除了要自己操作之外 他有所管理費 然後我們看到就是 券商他也要養活這麼多的人 所以你會發現到 這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利益在過程裡面 是被用掉的 比方說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說 券商收了那麼多手續費 他手續費拿來幹嘛 買大樓 然後弄一些他的設備 對不對 你如果說投信的話 他要募資 績效不好也募不到 如果一檔績效很好的話 當然就募得到 募到的錢他要收管理費 對不對 這些管理費拿去養什麼 養這個他們上上下下這麼多人 這麼多研究員 這麼多大樓 這麼多水電 所以你過程當中開銷是非常大的 所以為了要應付這些開銷 在沒有行情的時候 也會變出行情 在我們講說市場上 抓不到重點的時候 他們也會誤導出一些新的 想像中的重點出來 我想最近這一次 你看這一段時間以來 大家講的什麼 自務戰爭 然後美國升息 一個月之前 如果說講到一碼或兩碼 美國就大跌 你到了現在 雖然是大跌 可是你會看到 非常不一樣 跌下去都是買盤 一開地就是買點 這裡說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決定市場上的方向的 根本就不是那個市境的本身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這張股票叫元泰 對不對 這叫元泰 一個月之前 殺的跟什麼一樣 一個月之後 長得跟飛天一樣 你說過去這段日子以來 短短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之前的元泰 跟現在元泰有不一樣嗎 有業績不一樣嗎 怎麼可能業績不一樣 業績就只有一個 就是有公訂版本 而且那是要公告了 它怎麼可能會不一樣 一樣的業績 一樣的客戶 一樣的題材 一樣的股本 一樣的公司 一樣的客戶 什麼東西都完全一樣 完全沒有改變 一個是跌翻天 一個是漲翻天 你就只證明一件事 決定股價的 絕對不是只有基本面 對不對 是情緒 因為你賺錢的情緒 已經出來了 你想賺錢了 你之前覺得沒有信心 一樣是我之前跟各位講說 很多投資朋友們 他這一波其實就是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的原因 是在下跌的過程中 買股票一直套 買了一支套一支 越套越多 套了七八支 現在沒有信心 漲上來以後不敢買股票 怕再套一支 對不對 問題是你是在下跌的格局買股票 你沒有在上升的格局買股票 什麼叫下跌的格局 高不過高就是下跌的格局 現在是高不過高嗎 不是 高已經過高了 所以你會發現到現在買股票的勝算 比以前大非常多 短短兩個禮拜而已 所以回到我的重點了 股票就是要買它漲的時候 對不對 你說現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你怎麼樣去買 同樣一家公司 你怎麼買原泰都沒有用 你現在隨便怎麼買它都是噴 同一家公司 這說明一件事實戰的要求 就是告訴你節奏 你的三百萬的資金 你過去放在原泰這邊 告訴我基本面怎麼樣 都沒有用 你講一次 十次 一百次 一千次 一萬次都沒有用 當大盤出現了一個N字上陣N 就過了這條下跌的線的時候有沒有 你看到這個N字突破嘛 我告訴你 你買幾張噴幾張 對吧 一樣的公司 一樣的基本面 一樣的股本 一樣的客戶 一樣的題材 通通都一樣 所以我最後要告訴各位一件事說 情緒已經回來了 用這個來取代解盤這件事 盤是不用解的 上升的過程當中 會有一個下降壓力線 所以你會震盪 因為你在這地方反彈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都失敗 最後一次成功了 因為你最後的一個沒跌高過去了 從這個地方越過開始 右腳不破 這裡就開始翻多了 至於你高點怎麼過不重要 你說實際上要整理一天過 兩天過 三天過 根本都不重要 重點是什麼 每一次拉回都有新的股票可以賺 你只要記住這件事情就好 所以你未來節奏就是怎麼樣 每次大盤供一次 你要賺到一種類股 比方說像這一次第一輪上去供了什麼 創緯 對不對 算是開春以來的第一波 創緯供一段 再接下來我們怎麼帶各位 三幅化 供第二段 對不對 再來怎麼帶各位 MCU出來了 新唐 供第三段 對不對 那更早之前的農糧股 還沒有結束 但如果說你當中有出掉一段的話 你的錢就轉到特化 昨天就跟各位講說 你要注意美國股市特斯拉漲很多 今天會漲汽車股 完全命中對不對 是不是比解盤重要多了 對不對 所以你過去的沒有信心 我告訴各位不是你的錯 因為你不知道實戰的過程當中 行情已經翻多了 現在在這個翻多的過程當中 開低就是買點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講 你要一棒接一棒 好 首先我們來看到就是說 三幅化當時最好的買點 當然在這邊 好 這個地方看起來 拉上去已經二十幾% 將近三成了 所以行情開始就震盪 合理 這個時候如果你空手的話 你來找我是不是有更好的選擇 絕對有更好的選擇 我帶你做新股票 你如果上一輪來找我的話 你就可以做這個 對不對 你這一輪來找我的話 我帶你做新股票 好 那中華化也是一樣 連漲將近30%以後 出現一個開始高檔震盪 反觀我們昨天來跟各位講中砂 對不對 這地方剛剛過高 然後我們昨天來跟各位提到 森陽半導體 你會發現今天走的就堅穩 為什麼 因為剛開始漲 剛剛取得資金做接棒 對不對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跟各位講 原因在於說 行情從來都不會消失 只不過資金在盤勢當中做移轉 那麼新唐今天維持在一個高檔 那林通金也在創新高 所以以今天的盤勢的話 就是昨天的續牆 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那你說這個大盤指數 今天開地怎麼樣 你會看到這一輪 剛開始起漲的股票都續牆 那我們昨天就跟各位預告了 特斯拉其實漲很多 因為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大家沒有探討 美國股市漲很多的股票 其實這個動作是錯的 因為美國股市拉上來的這個幅度 事實上它比台灣還要來的快又迅速 所以為什麼要看美國股市 有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在於說 這一輪的升息本來就是一個 我不能說它是假議題 但絕對是大戶用來做換股 以及殺盤的一種手段 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 絕對是一種手段 利用大家畏懼升息的心理 把股票給剁掉 剁掉它在大戶從低檔把它接回來 那麼如果說美國股市它出現 右腳沒有破左腳的股票 就非常的重要 我們很明顯看到特斯拉就是沒破 因為這個地方是台股上個禮拜的右腳 也就是所謂的升息日 你仔細看 其實特斯拉從漲三個月 兩個月以前 這個不算 因為這一天是俄烏開戰 你把這地方帶過來 兩三個月以前 這個低點不算 因為當天是開低走高 這空的 你會發現到什麼 已經大概有將近三個月的時間 都沒有破低了 所以最後一次升息確定日出來的時候 它就急漲 這就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 這代表說 華爾街的大戶在利用升息這個 這個假的這個藉口 不能說它是假議題 這個議題在做一個殺盤的藉口的時候 其實你在殺的過程當中 大戶都在低階 要不然你特斯拉怎麼不會破 對不對 這個現象國內的主力知不知道 當然知道 所以我們可以看 昨天就跟各位講華府要先買 對不對 這最直接的供應 而且它價格低 重點是在於 它比大盤早一個位階 我還上次有跟各位講 就是大盤的這個位階叫做右腳 所以比大盤早一個位階的 上一輪在這個167 184 764就出現低點的 上來如果沒有打回第二隻腳 或者是說漲了這一天它是收黑的 你不要以為它是弱勢谷 千萬不要做這種錯誤的判斷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華府 有沒有 漲上來以後它回來打右腳 反攻不過高 你在這一天很容易把華府解成弱勢谷 其實你錯了 大盤這裡是雙腳 華府沒有右腳 它這個叫做凌空換手 沒有雙底 它直接在空中N字突破 最後一個反彈的低點在這邊 對吧 所以這裡可以讓它解釋 你拿來做對比 它的形態是不是跟特斯拉走一樣 那我就來跟各位講幾個重點 ETF有沒有看到 國內的智能電動車有沒有 不管是富邦或國泰 他們的題材 這個成分股當中其實都有特斯拉 所以國內的大戶是早就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就來告訴各位 如果你第一盤沒有跟我們做到 包括創維的 沒有做到三幅化 中華化 沒有做到東簡對不對 一磅一磅都沒有做到 那我跟各位講 機會是屬於你的 因為每一次跌下來的時候 都是屬於你的機會 你都是新生命的開始 你來找我我會給你新股票 那我昨天跟各位說過 今天會帶你買汽車對吧 好那這是我們今天的Light 所以說Light一定要加 這個小老鼠 G-O-L-D-M-O-N-E-Y 168 這是在今天的盤中 那盤中的話就是說 在還沒有收盤之前 你都可以來做分享 因此的話我們看到 昨天已經先跟各位做了預告 華府只是第一輪 接下來有幾個 早上我們買一粒電 另外一檔命令武器會跟著上車 請你注意原泰 它的什麼變色車漆 也算是汽車鏈組建的概念股之一 那是它的新題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華府果然今天在創新高 盤中有攻上去 不過畢竟因為漲了一段 所以短線會有一些獲利賣壓 我認為無所謂的 最重要的是一粒電 早盤開低就是買點 直接攻漲停對不對 沒錯吧 一天這張股票 其實來講一下說 這一段時間因為它分盤交易 這一段長達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全部分盤交易 以至於這一段 有獲利的人沒時間出貨 也沒機會出貨 當時大盤跌了這麼多 它都沒有跌 所以在這一段有賺到的 你看這邊有量很大 所以持股的量成本主要在這邊 都只能出在哪裡 這一根黑棒 這根黑棒是它分盤交易 結束的那一天 開高以後全部出掉 你看大戶的成本量都在這邊 頂多你抓一個均價 它在這邊吧 了不起出在這裡 但你看它出掉了以後 大量出掉以後沒有跌 反而今天因為紅棒 進到這個長黑棒的範圍內 簡單說這個大黑棒可能是賣錯了 如果你形成一個換手成功 什麼叫換手成功呢 就把你這件黑棒給吞噬掉 在這邊打一個小三角再上去 所有這邊賣掉的 大概都賣錯了 那無所謂的 不管怎麼說 我們現在要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你週級別要先做日出 對不對 要嘛就下個禮拜 因為這根是插入線 你如果把上個禮拜那根長一些算進去 它這個上已經很長 對不對 不過今天是有機會形成 這個本週的第一根紅棒 好那我們看未來有沒有機會 形成日出 就看會形成一個波段 我想重點應該是在於什麼地方 就是說你掌握到節奏 每一個時間來找我們 其實你都有機會 所以我們來看到這張秘密武器 直接攻上漲停了 對吧 我昨天有跟各位講要買汽車吧 對吧 所以我們就再次回頭來講這個重點 今天原態漲上來 那我們要跟各位講的一個 分享的邏輯在什麼地方 當然特斯拉除了車用之外 還有低軌衛星 所以聖達科 我們昨天有跟各位提到 台陽今天也跟著做上工 跟著做上工 低軌衛星的題材 這裡就是要來跟各位分享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手中的這個資金 三到四百萬怎麼樣來做一個運用 事實上一檔股票賺三成 三百萬的三成就是一百萬 你三檔股票就一倍對不對 如果說你今天只是在等待一檔股票 比方說現在可能很多人 還在等聯電對不對 在等待的過程當中 你也會遇到一些亂流 比方說你重兵押在華邦店對不對 你可能在等待 因為你可能泡在這一天 你就在等待 那你這一等可能就等三個禮拜 對不對 這過程當中也有一些亂流 有一些亂流 包括外資又出什麼報告 現在又開始對記憶體 有一些其他的講法 你就會對股票市場上 還沒有信心 那我覺得原因就是說 沒有抓在日出跟日落的點 因為我們來講以華邦店來說 照理來說你的日出應該擺在這邊 這邊日落應該全部賣掉 你現在應該要觀察他周線什麼時候做指紋 對不對 而不是說你當時日出不買 然後在這邊追到高點 你跟我講基本面 那就沒意思了對不對 這就跟源泰一樣 你跟我講基本面對不對 我就反過來問你 上個月源泰基本面跟這個月源泰基本面哪裡不一樣 你只要跟我講出哪裡不一樣 我就服了你 同一家公司差兩個禮拜怎麼可能不一樣 明明是一樣的基本面 為什麼當時跌翻天 為什麼現在漲翻天 就是證明一件事 股票的漲跌就不完全是靠著基本面 就明明就不是 所以我們的實戰一定有我們的理由跟價值 N字突破你看到了 跟著我們做才有用 好好善待你手中的三百萬 讓你的三百萬去拼四百萬 四百萬拼五百萬 五百萬拼六百萬 六百萬拼七百萬 而不是整天講股票的故事 整天講題材 整天講產業 講了半天 然後成功的拿出來講失敗的旺光光 這樣有意思嗎 你跟過那麼多老師對不對 天底下那麼多老師 你不只看蔡正華一個 一大堆老師 很會講故事的 產業寫出來跟那個什麼 什麼十八相送 什麼一千零一頁一樣 超會寫的 對不對 不漲的時候還不是一樣沒有用 股票本來在N字出的時候 這一次再跟各位做分享 昨天已經預告 特斯拉帶出來今天的汽車股 果然被我們命中了 原因就在於說 我們從美國的N字突破 回頭來看台股 接下來我們在第二階段會來告訴各位 除了特斯拉 美國還漲兩種股票 所以下一步的台股 我們已經抓準了 等你進場 我們先進通廣告 先國劉易康 以衛鋒縱容兼命 這滿朝文武啊 最忠心的就屬陸遠了 殺手的哥 只為刺殺人一槍而生 第一次交手 他是皇子 他是殺手 再相遇 他是思念的四哥 他是想念的俠女 也許留在記憶中才是最美的 天下到 在碰面 愁人盡視 傷害之人 你是保障王 3月3日晚前8點 五週生意維他命E水口含定 謹秀南哥 他爬樓梯很輕鬆 好羨慕 連走路都不舒服 你這麼聯絡 都是吃葡萄糖胺嗎 不是 醫生教我吃保潔 白蘭市保潔交原定 他含有專利成分UC2 舒緩不適 行動靈活 效果比葡萄糖胺更好 而且他是三效護防 鎮滑 修復 穩固 我自己也有在吃 我每天只要吃這一小顆 多靠保潔交原定 讓我退休之後 盡情享受生活 多采多姿 聽鄰居說 他吃了很有效 我想要買 怎麼定呢 阿姨 白蘭市保潔交原定 有高達九成的試用滿意度 電話定就可以了 我幫你摘配過去唷 有保潔 想去哪就去哪 現在訂購 免費增量33% 快撥打 0800-864-566 摩爾堅持 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 集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 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 到風神呼呼 取得基本面 到深夜池泡面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英文俠二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幫你幫我 幹嘛那麼煩惱 你家牆壁掉漆 你家才掉漆 我是在煩惱 有報稅了 那就加入公益出租人計畫 稅金有優惠 還能做公益 還有綜合所得稅 可享每屋每月最高 15000元的免稅額度 房屋稅稅率降為1.2% 地價稅稅率只要千分之二 公益出租人 用好房做好事 股票這種東西 其實說實在的 其實就是要有人吵 講實在是要有人吵 有人願意吵做的基本面 它叫做天之交之 沒有人願意吵做的基本面 它叫做孤方自賞 你說那些不會漲的 股票基本面都不好嗎 倒也未必有 很多其實本益比很低 也都是好公司 營收都出來 EPS都是正的 沒有人吵 對不對 也許是現在大家不想吵 到了某一個點上 大家會想要去吵他 對不對 所以其實買股票這個東西 你真的要賺到價差 你是要買在大家想動它的時候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時機 時機這個問題是 天底下很多法人 都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因為法人放棄解決時機的問題 他們覺得他們要平衡布局 不要把所有的雞蛋 放在一個籃子裡 問題是300萬的錢 不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你賺什麼錢 你300萬還要拆成五份 你怎麼可能賺錢 對不對 那種話就是講給 就講的就是那種 就像我們以前小學 小時候在上學的時候 有時候老師講的一些東西 也是唱高調 對不對 就是你也知道 你就知道說 現實生活中有一些事情辦不到 我是屬於那種講實話的人 對不對 你就是要想辦法把你300萬 現在放在什麼地方 誰等一下會漲停 比方說你昨天 你來找我就跟你講 我昨天影片也是這樣子講的 我就直接點名跟你講汽車 就是汽車 今天是不是講汽車 對不對 你可以去反向想說 蔡老師你是怎麼做到的 當你這麼想的時候 你就靠近成功一步了 你若是站在一種批判的角度 比方說你站在那種法人 那種批判的角度 我們就是基本面好的股票報勞 對不對 不要在乎短線的波折 對不對 只要買有值的重值不重量 什麼的 講那種 你講那個話我就知道你做不到 才要講那個話 對不對 你做得到你講那個話幹嘛 做得到你就學我了 直接拼下一檔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北極星 股票其實就是一個時機 你看它上市對不對 那假設說你IPO 那因為它有要證的題材 那我們看它最近就漲 對不對 好 那你看這時間點 這個地方是差不多三月 這差不多二月 二月是不是漲一段 你看這個東西三月 三月的時候上市過關 你送券你不可能下午送券 他等一下打電話給你說 你過關嗎 人家審查的 交易所要審查你的對不對 所以你送券一定是在這之前 所以你今天出券過關 你之前就中券了 那這股價漲有沒有道理 就有邏輯了嘛 股票一定是有邏輯的 就是我看那個東西它本來就存在 但是你要去買在大家想炒它的時候 這樣才通吧 所以有這個邏輯很多事情都通了 像軍工這今天又動了 你跑不掉的啦 今年是大選年 今年只要是什麼電力的 軍工的 戰爭的 只要那個新聞是在你跑不掉的 早動玩動你就是會動 我跟你講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四季缸對不對 因為中興店他們拉了第一波 華城牙醫都上去 四季缸 今天在那邊底部拉了一根帶紅量 好 那這個就可以看到 很明顯的資金有進駐了 明顯的是資金進駐 那至於動不動 因為它股性比較溫吞對不對 不像其他股量那麼標 但這就是一個重點 有人願意進場 所以還是講政策概念股 一棒接一棒 那我現在跟各位講 今天因為是振華的生日 對不對 24號生日的話是什麼 牡羊座 牡羊座前段 靠雙魚座 沒有那麼衝動 然後一般世俗所謂的生日這一天 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 現代生活中還有一種生日 叫做你覺醒的那一天 像我生日的這一天 跟我覺醒的那一天就不一樣 我覺醒的時候 已經是我來到這個世界的 30年之後了 我才覺醒的 我有把那個日子寫下來 我覺醒的那一天對不對 你覺醒的是哪一天 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就是今天 還哪一天 那我們來看一下 原太太剛剛講過了 電子紙的概念 這主要月限 月級別格局 月級別來到比上個月低 然後又收上來 不算日落 整條都沒有日落 那波段繼續走 那我們看一下金鴻 他們家的驅動IC 再來鴻海他評價曾用車 年底要開放預購 我昨天講過了 所以我昨天跟過說要動汽車了 第一個我們看到光潔 被動元件這地方在錢高附近 做一個盤旋 準備要挑戰錢高 東檢看一下 他今天在穿一個新高 為什麼當時抓東檢 很簡單的道理 你看美國 最大的假肥廠 看到沒有 這次漲翻了 所以你說抓東檢合不合理 哪裡不合理 我跟著美國做 昨天特斯拉也是 跟你講今天汽車會動 你看一下公控 這全球第二大的蛋肥廠 漲更早 它漲更早 那個美國股市你自己去看 美國股市代號UAN 蛋肥廠 看到沒有 前天急拉 道瓊就在漲這個 美國就在漲這個 所以我們看到 就是在這個邏輯當中 除了特斯拉之外 哪一些美國股票在漲 越過前一波的高點 做成N字突破的 你可以看到 SQ 對不對 再來 這個叫做CRWD 也是一樣 大盤在打右腳的時候 跟特斯拉一樣三角不破 那麼這些股票 它有的代表什麼 第一個電子支付 代表網路安全 所以台股有一些股票 它要動的 我接下來就是要告訴各位 今天利用這個機會 我生日公司有辦一個活動 那麼各位一定很滿意 所以趁著今天吧 那麼讓你的覺醒日 就在今天 明天早上直接帶各位做進場 昨天沒有買到 前天沒有買到這些股票的 包括什麼像三幅化 你第一時間沒有跟上三幅化的 對不對 還有包括什麼 沒有跟到中華化的 我們看到一樣 拉上來三根 沒有做到三幅化 也沒有做到中華化的 你有做到新唐吧 如果你也錯失掉新唐 那麼還有機會 新唐的下一檔 我們來看到 頂通不就漲了嗎 那麼在這個時間點 包括安國在內 如果你都沒有把握到 那麼今天的生日 就是你的覺醒日 辦好手續 明天帶各位進場 這兩檔美國股市 又要帶領台股新的方向 明天週末之前 務必跟我一起進場 把握就只有今天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多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天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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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週末